大家好,土工中国的事情 有的时候讲讲数据是很能够说服人的 现在一个最大的现象就是 大量的外资企业都撤走了 庞大的群体 有民有信的,有数据的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看看世界各个国家在华投资的企业的排名 现在都在开始撤 第一名是美国 美国到目前为止有7万名 181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 7万多家 第二名 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公司是 65267家 大韩民国真是良心国家 真是离开了中国市场不能活 真的是这样子 第三,大和民族 大日本帝国在中国的投资是51834家 良心,良心日本,皇军大大的好 第四,第四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有多少呢,也很牛逼啊 24864,9家 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岛国 这么一个城邦之国 2万多家企业在中国做生意 真是永远爱国啊,永远热内盈眶 第五名是英国 英国也不少 有11199家 哎呦,我去 德国啊,屈居第六,有8200家 加拿大 也有1000多家 1494家 加拿大这么一个 这个没几个人的这么一个国家啊 1000多家 澳大利亚也还不错啊 1251家 法国1200家 意大利930家 都不错啊 排前10名的是美国第一 韩国第二 日本第三 新加坡第四 英国第五 德国第六 加拿大第七 澳大利亚第八 法国第九 意大利第十 很多人在质问这个数据 我告诉你 第一,这个数据是这个什么 是政府放出来的数据啊 是官方的数据 你们去这个国家统计局的 那个网官网上去看啊 你去去那个什么 国务院的官网上去看 有这个数据 一点都不是造假啊 第二 我你如果不愿意看 我跟你讲一个 另外的一个数据 你一听你就明白 它跟这个数据是高度吻合的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 中国人最最喜欢移民的国家 最喜欢移民的国家 恰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八个 就这十个国家 中国人最爱去的国家第一名是哪儿 第一名是美国 是不是 第一名是美国 当然不让 绝对第一 第二名是哪儿 很多人以为第二名是什么 什么英国啊 加拿大啊 澳大利亚 你错了 第二名是韩国 是不是 所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有上百万的人生活在韩国 为什么呀 因为韩国的大量的公司在中国投资 他们构成了一个生意上的依赖 所以这一批人 他既有这个韩国的工作的机会 也有在中国工作的机会 他一旦有在韩国工作的机会 他为什么不去呢 是不是 他是这样子的 美国也是啊 大量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投资 所以很多美国人 他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长了见识 开了眼界了 有了机会了 所以就跑到美国去了 是吧 第三名是哪儿 是日本 是吧 因为大量的日本公司在中国投资 所以很多日本人 很多中国人 因为这样的关系 也跑到日本去定居去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们一般看这个中国人 去哪个国家移民 我们老以为是人家的国家的这个条件啊 人家的国家的自由度啊 人家的国家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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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中国人的偏好啊 是不是 其实这个数据的背后的逻辑 正相关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国家的经济的依存度 知道吗 又中美之间的两个国家关系的依存度 用协议主席的话讲就是什么呢 就是夫妻关系 是吧 所以你夫妻关系 你结婚这么多年 是那一窝的孩子 那你生一窝的孩子 当然去美国过日子 那同理 中国跟韩国的经济 也是一个夫妻关系 是不是 至少是一个丈夫和小三的关系 是不是 也是那一窝的私生子 然后大家都跑到韩国去了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啊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韩国这么小小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竟然是中国人移民的第二选择呢 人口第二多呢 仅次于美国呢 你根本想不通 其实这是个经济益存度的问题 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哪的好不好 是你要有机会 你要有条件 你要有见识的 好吗 所以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日本在韩国的后面 这个东西你就自己脑补了一下啊 因为日本这些年 他跟中国呢 就是爱恨相杀 有的时候呢 要构建中日的友好的关系 比如老江的时候 好得不得了 到了这个胡锦涛搞的时候 就开始仇日 是不是全民游行 反对日本 是吧 抵制日货 到了习包子搞的时候 干脆就差不多就要撕逼了 是吧 就即便是这样 大量的人还是选择去日本 因为生意在哪儿呢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 中国有句老话讲的特别好 是不是 叫叫叫叫 熙熙攘攘 是吧 逆来逆往 你以为哪 哪有那么多的复杂的东西啊 人口的流动 都是经济要素流 经济要素流动的 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 不要想那么多 有的没的啊 所以有些个 你说我跟你提供的 这样一个 左振心的一个数据 它能不能够完美的 让你相信 刚才我跟你说的 世界各个国家 在华投资的企业排名 美国第一 韩国第二 日本第三 所以你 你 西包子心心念的 俄罗斯 有没有人在中国投资 有 是不是 多少呢 有216家 是不是 据第十名 意大利930家 差了700多家 所以你就想想啊 这个世界上啊 真的是没有卖错的 只有买错的啊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的三个自信 不要被自己脑瓜子里面的一泡屎 给迷住了 知道吧 那西包子就是个被自己脑瓜子 被自己脑瓜子里面的屎迷住的 他们说这个最近政府它为什么要放出这么一个数据呢 弄一个世界各国在华投资的企业的排名呢 是提醒国务院提醒习主席 说外资走了以后啊 中国经济会垮吗 过去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嘛 是不是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投资嘛 投资分量 政府投资和外商投资 招商引子是基本国策 如果中国 如果所有的外资都撤走了 这么大的体量都撤走了 你说有多少人失业吗 中国经济会垮吗 结果习主席做出重要指示 天塌不下来 不会垮的 有人就开始就推测呗 中国人的推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种说法说什么呢 说毛泽东搞的时候 中国有外资吗 没有 那既然中国没有外资 那为什么中国没垮呢 共产党还在呢 想多了 是不是 你还担心中共垮 中国不会垮 好吧 中共不会垮 中共长治久安 经济越不好 中共越不垮 这个话我是赞同的 我是赞同的 但是呢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咱就不说了 好不好 第二是什么呢 说这个 习主席有他的应对的妙招 说天塌不下来 天塌不下来 这个话也是毛主席说的 毛泽东说的 有什么关系呢 天塌不下来 这么大一个国家 自己自己种田养活自己 说习主席为什么去哈尔滨去考察小米生产呢 有口饭吃就行了呗 毛主席说了 盲食吃干农食吃西 王岐山说了 中国人民吃草动的活三年 你想经济款外资 你就让我中国的江山就没了 你想多了 你真是你开玩笑 是不是 有一个办法 习主席最近做出重要指示 说全国马上开始扩招公务员 是吧 让真正的优秀的 有前途的 杰出的青年 都来考公务员 马上扩招 是吧 有人是不是说开玩笑 我告诉你 真不是 真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 你想想当年中国的经济搞不好了 然后完了以后呢 江泽民就开始上来 要要发挥潜移磅磅资产 其中磅磅的一个资产 就是教育资产 然后这个教育部的部长陈志立 国务委员陈志立 就搞了一个词 叫教育产业化 哦 说错了 不是他 是你男亲 也是江泽民的太监 哎 教育产业化 终于把教育的这个这个 变成一个做生意的部门呢 文所唯文 世界之大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做生意做的 土工中国出来 现在是土工中国 所以那时候搞教育产业化 就出现了一个扩招 记得吧 大学扩招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你上个中等专业学校 我跟你说 比现在的本科都强 真的 你得学点东西的 现在的学校 你上个博士 你他妈的给我提鞋 我都不要 你给我做秘书 你给我做助理 我劝你个大爷 你啥也不懂 啥也不是 你说是不是 什么引起的 就是教育产业化 大学扩招引起的 难大接了都 扩招这个东西 是共产党经常搞的事情 是不是 现在公务员要扩招 有些人说不可能 那你是因为你太蠢了 你怎么不可能 稀包子马上要扩招公务员 而且脑北人听挺高兴 挺高兴 就像当年 高校扩张 老百姓特别高兴 人人都可以上大学 不管怎么样 野鸡大学也是大学 扩招 问题是扩招以后 你上大学 跟不上大学 没什么区别 反而是有些没上大学的人 后来混得比你好 为什么 因为大学因为扩招 难大见了 现在很多老百姓觉得 这么多外资都撤走了 因为很多年轻人找工作 都是去外企 现在去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去不了了 以后就再一次证明 考公务员的紧迫性和合理性 重要性 所以年轻人脑袋一急转弯 马上意识到 马上考公务员 想都别想 天天在家里服习 拿官去走 后面争取考上公务员指标 习主席就准确的 抓住这个时代的脉搏 抓住年轻人的主观偏好 马上开始全国扩招公务员 你信还是不信 谢谢